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素九 首先介绍了举行系列活动的初衷 他表示 美中建交40年来 历经了风雨 取得了历史性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70载风雨拼搏 70载苍苍巨变 70年的团结奋进 70年的奋发图强 海外华侨华人迎来了伟大祖籍国70岁生日 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助劳中华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将举办系列活动 据介绍 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七大内容 即中华情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旦南加州华人华侨 大型庆典晚会 真文比赛 颁奖仪式 以及新书发布 情细中华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旦纪念文集 书画展 及画册发布剪彩仪式 情细中华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旦华裔艺艺术家作品集 和平颂论坛及音乐会 五星红旗升旗典礼 传统桥社庆典晚宴 以及参加第88届 好莱坞圣诞大巡游 发布会现场 各活动负责人 做了详细的活动介绍 作为这次新中国 70华旦的总策划 我非常荣幸能够联络到 所有的我们南加州的 华人华侨 来举行一系列的活动 所以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 我们每一个活动 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今年的70周年 这个活动非常有特色 所有的活动都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 庆典活动过程当中 所以在每一个活动的这个 举办的过程中 有每一个活动的特色 希望大家到时候 共襄胜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旦 我们洛杉矶的华人华侨 作为了一个七项 至少有七个活动的 系列活动 也就是说华人华侨这边会唱歌的 会跳舞的 会写文章的 这个等等 都能够在这个七个 连系列活动里头 表达对祖国的一个爱心 在发布会线上 众嘉宾还对近期发生 并不断扩大的香港暴力事件 发表自己的看法 表明南加华人华侨的立场 声讨少数在港暴力分子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荣誉主席张素久 代表南加州桥械宣读倡议书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 洛杉矶参访报道